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来自槟城的阿辉 今天是第一次要去外面拍榴莲照片 然后现在大概是早上6点40分 好,我就骑脚车上去那边吃榴莲当早餐 好,走 天才刚刚亮就要出来了 要去到那边大概要一个钟头半 现在到了Iran Plaza了 OK,天也亮了 还要大概去20多 应该到那边是8点半 这个就是Andropia了 然后它的前面就是 德罗巴汉 Dam 还要爬一个很斜的斜坡 才能够到它的路口 好,东宇造了我们漂亮的 德罗巴汉水坝 看到那边 那个路口处 OK,我大概骑了25.5公里 大概骑了一个钟头13分 OK 现在在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还要骑上去大概3公里 所以就到了那个榴莲园 走了 还要骑上去3公里 还要爬山那种的3公里 好,第一个你先看到的是SPA321火园 可是你看看也没有开 因为现在MCO全部都是割货 买出去 这边都是榴莲山了 在上面你注意看 好,接下来就是鲁浴园 可是这些都不是我要去的 你看看鲁浴园也关门 全部都没有开 然后它的对面就是3288 也没有开 好了,到了 前面罢了 好 好 你看看有那个蓝和白的雾 它的流言人就是在那边 好 提到我都累坏了 它的档也没有开 它的档在这边的 所以我要进去它的屋子拿吃榴莲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全部都是榴莲 然后呢,你来到榴莲云呢 不要站在榴莲树下 因为很危险的 人家讲榴莲是长眼睛 其实榴莲不长眼睛的 它会随时掉下来 那时候伤到你啊 就可能要进医院了 很严重一下的 好,我进去找老板了 老板娘 老板娘 到底到大县来 传洗了 老板 老板 传啦 这个老板娘 蛤 蛤 OK 看看有什么榴莲 整个都是榴莲啦,收下来啦 现在大概是 8点41分,我大概去了一个钟头33分 来到这边29.6分,就是说 从德罗巴汉上来还要4公里啊 老板,拿了两粒盒子给我 这两粒盒子大概是 1.67公斤,就是大概800g 盒子都是选这个筛最好的 看吗,盒子很容易扔着 然后,看这边,它的那边围围 有一个困圈的,大概800g一粒 就大概,好啦,叫老板开,他要叫我开嘛 好了,今天又再起来吃Gablis 你看看,那个Gablis开了 小粒的就是一边一包 这样的是最漂亮了的,看到没有 这些都是Gablis很老树了 它的颜色都是这种米白色的 这种是最好吃的Gablis 如果你有看到一点点黑的更好吃 好啦,我吃先了,我的早餐 又苦又黏又好吃 又带一点酒味 这只一个人吃,一个人的榴莲 老板娘笑我 你看,它的种子会稍微凹进去的 这种都是比较小的种子 咖啡一盘上都很大的 来看看,太好吃了 来看看,太好吃了 你看看,他们收购榴莲 在榴莲他们都是把 在上面放一个 那个麻袋 因为呢,你要带住它 不要给它直接照着这个 太阳 然后它会撒一些水在上去 这样榴莲才不会很快的裂 也会保鲜 然后它不会这么快走贵 还要把榴莲拿上去 你看,它在这一区 福罗 这个德罗巴汉收购了 最少是罗 这边又再来 这个就是要再下去卖的 好,我带你们去后面看一看那些榴莲 看,后面全部都是榴莲 看到没有 这些都是树 榴莲树 好多的榴莲 我只记得我们在榴莲圆 不要站在树的下面 榴莲的下面 是很危险很危险的 榴莲一下来 完蛋 太阳也升起来了 哦 看到没有 很多榴莲 它的旁边有一个小溪 看到吗 这些都是很漂亮的 如果你喜欢这种 这种自然的 Eco-tolution 这些都是 来了 都是很 心情很 放松 然后空气很新鲜 你看一大堆的榴莲 在上面 摩得多 OK 我来在这边 拍一下 平时呢,我都是在 它对面当市的 然后今天呢 这个MCO-17呢 只能进来它的家的 后面的那个 那个位置 不然它 我是很少进来的 哦 好啦 我要回了 太阳出来了很多 回家了 三十年 五十年 一百年的老鼠 经过去的口 竟然吃得出来 哪一棵树 黑似马山王 六零四 隔壁里 河螺 硬是 斜肺加迪卡 浪针着的料 着了的起销 有人叫他出书 想想想想 吃饱不易做主 把神一般做个YouTuber 红过掌门人的Super 经过王明智 训练 回 我的回 让我教你一生宝贝 让我点点靠着 在你怀里 你就是我的 流连回